中国是胃癌大国,胃癌的发病率非常的高 胃癌有哪些早逝症状呢? 我老婆黄教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点赞欢迎 家人们大家好 胃癌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至关重要 如果您出现了一下五种症状 就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第一个恶心呕吐 如果你莫名其妙的出现恶心呕吐 尤其是肿块长在幽门这个部位的时候呢 恶心呕吐就会更加的频繁 第二个身体消瘦 如果近段时间你并没有刻意的去节食 但是莫名其妙的体重明显减轻 那你一定要重视了 第三腐胀 经常觉得肚子胀胀的持续不能缓解 这也是胃癌的早期表现之一 第四上腹部疼痛 上腹部总是隐隐约约的觉得疼痛 那就一定要注意了 第五黑便 大便有点像柏油一样 发亮发黑 有可能是胃癌引起了相关道的出血 早期的胃癌啊 很难被发现 出现了这五种症状呢 也不一定就是胃癌 但是一定要去排除胃癌 那么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去医院做一个胃镜 检查一下 点赞 家人们 这一天 里面 就倒戏了 去医院